比赛开始 中国队的第一棒杨勇 徐家瑜 徐家瑜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 游了52秒68 这是男子杨勇最快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徐家瑜也是比赛 也是表示说 我一定要比单向更加的努力 不给自己的队友拖后腿 甚至呢要游出一个更好的排名 让自己的队友压力小一点 徐家瑜 转身之后排在第二 美国选手莫菲排在第一 徐家瑜很优秀的水下动作 仍然是排在第二的位置 徐家瑜在上 如果在第一棒当中 徐家瑜能够游到52秒50以内 后面的选手呢 就会有更小的压力 加油徐家瑜 徐家瑜紧紧地跟着莫菲 现在排在第二 交接棒 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秦海洋 在这次的比赛里面 秦海洋已经收获了两枚金牌 分别是男子挖勇的50米和100米 秦海洋在这一棒当中 直接对标的是美国选手芬克 之前在单项里面两次 两人已经多次交手了 秦海洋是取得全胜 现在秦海洋已经超过了芬克 排在第一 秦海洋一定要在这一棒当中 为政府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 这是我们最有优势的棒次 秦海洋现在回程 已经游了75米 中国队保持领先 秦海洋即将完成自己的棒次 中国队要注意交接棒的安全 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 美国队险些抢票 他们的交接棒时间是-0.01秒 如果超过了-0.03 就会被取消成绩 中国队的张宇飞 这是一个特别有大局观的运动员 为了今天的这场接力 他放弃了自己的主项 以此200米迭勇 张宇飞下水之后 也是希望在这一棒当中 可以为中国队获得更大的优势 他直接对标的是老对手胡斯克 张宇飞转身之后 仍然领先世界纪录 张宇飞加油 他的第一个分段游了25秒50 这是比自己的单向游的 还要更快一些 他在单向里面 游了56秒12 这是一个在接力里面 特别能发挥的选手 张宇飞的这一个棒次 马上就要结束了 张宇飞加油 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优势 为中国队加油 进入到最后一棒 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成郁杰 张宇飞这一棒游的太棒了 他的分段交棒成绩是55秒69 大幅度的超过了自己的单向 成郁杰仍然保持领先 中国队现在能够摸到英国队的世界纪录 排名第二的是澳大利亚队 第三的是美国队 进入到最后的转身 中国队向着又一枚金牌 冲刺 成郁杰 成郁杰还有最后的25米加油 一定要顶住 后面的澳大利亚队追的还是很凶的 澳大利亚队的这一棒是杰克 希尔玛 成郁杰还有最后的5米 成郁杰在家冲刺到边了 中国队在今天最后一个精赛单元 拿到了冠军 太棒了 每一位中国队员都是最闪亮的明星